就是游民收嫁的袁警在上银行领钱的时候 发现游民男子鬼鬼祟祟的不断的换卡片领钱 这袁警就研判可能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通报了线上的警网盘查 这男子一见到袁警拔腿就跑 结果跑进了死巷子里头 被女警当场给压制在地 袁警也从男子的身上 起出了多张变造的提款卡 支援警力到场的时候 疑似车手的男子被个头娇小的女警压制住 无法动弹 男园警立刻将他上手铐 这时休假的袁警和其他支援警力也赶到 并且从男子身上 起出九张变造的提款卡 和刚提领的二十八万元现金 相机的 这一块 手银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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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你就知道钱了嘛 手银来 再下来 被压制的送信男子 当时拿着变造的提款卡 在台东市太平区 不断更换银行提领现金 正好被一名休假的袁警发现 直觉他就是诈骗集团的车手 于是通报巡逻 急往反查 而男子一见到袁警前来 拔腿就跑 跑去旁边的巷子这样子 支援的警力 有一名男警跟一名女警 最后歹徒是被我们一名女警 压制在地上的 由于嫌犯持有的提款卡 是以一般的会员卡变造 这种卡片居然能骗过银行提款机 目前警方正进一步 离清集团的